七步预约破百万的股偶 肖战育骨摇领先 白鹿手握两步 第一步育骨摇 肖战和人民的合作 如今腾讯的在线人数已经超过了400万 可以说是遥遥无期 育骨摇的点击率可想而知 一天就能突破一亿 肖战是育骨摇最吸引人的地方 也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因为它有花千古的影子 但能不能超过花千古的影子 谁也不知道 本来所有人都期待着育骨摇能在这个夏天上映 但谁知道鹅场竟然如此淡定 以后的好档期只会是春节和明年的暑假 希望不要被人给比下去 第二步则是一部安乐传 迪丽热巴和龚俊 都是一部关于近南安乐寨的大首领 人安乐和寒夜的爱情故事 迪丽热巴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 与君初相时的播放量非常的好 热巴的演技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龚俊也是靠着古装剧活起来的 她的古装造型太帅了 现在正和杨幂合作 龚俊的演艺生涯将会更上一层楼 第三部则是罗云熙和白露主演的长月静明 最近已经获得了版权 想必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长月静明的服装设计 让人赏心悦目 观众们在开拍之前就已经注意到了 这是罗云熙和白露的第二次合作 毫无疑问 这是优酷明年的第一部电影 值得一提的是 白露镇的古装剧 宁安如梦刚刚杀青 预定人数就超过了100万 第五部《浮屠猿》 就是王鹤蒂和陈玉琪的合作 这部剧的主要卖点 应该就是王鹤蒂了 他是苍蓝爵火了一把 算是新晋的当红明星 杨超越虽然唱歌和跳舞都不被承认 但近年来演技越来越好 而且性格也很好 他的作品也很火 在火箭少女101里 他的资源是最好的 这七部电视剧 都是最近很火的古装剧 但到底有多好 那就要看电影了 明年的市场 肯定会有激烈的竞争 85和90后都会出现 你最喜欢哪个